大家好 我是王狗 今天是我與通靈者的一天的第三集 那我們今天邀請到的這位非常的特別 他是我們的寵物溝通師 馬丁 大家好 我是馬丁 我本居是蔡飲 那你是怎麼會接觸到寵物溝通這個東西 我從小是民生體師 那年8年是男大病查點故事 就很像人家講的事 鬼門關前走一招 因為本身是通靈的 然後發現我對動位比較上昌 是從你那個冰食體驗之後 就開始可以感知到 更明顯 靈體跟人跟動物 我哪個比較合 在開場的時候 他有跟我講 他覺得寶貝很害怕 現在這個環境 他也跟我說 寶貝們不喜歡我不睡覺 你不睡覺你就吵 他吵的話 他就沒有睡覺 這件事情我其實有感受到 我晚上可能在工作或在幹嘛 寶貝就會跑到我的前面 就對我喵 然後就好像要示意我 要我安靜 要我睡覺 還有另外一個很扯的是 你本來就知道我會彈鋼琴嗎 不是 因為馬丁剛剛有說 寶貝很喜歡我做一件事情 就是彈鋼琴 馬丁他說他不是我的粉絲 他也不知道我會彈鋼琴這件事情 那我就覺得 噓 這動物他對於旋律很敏感 你大叫什麼名字他不在意 可是他會很在意你 叫他的旋律跟他的音頻 你對於動物溝通室 這樣比較算是玄學的方面嗎 對不對 因你的自身這樣 如果這個要講的話 人的話就只有一對鷹 你就可以直接講玄學 可是動物溝通室 你要進入 室主跟動物 室主那邊是 表情人在心理學 你要去了解 事物在想什麼 跟動物接下的時候 就是心理學 我們大家一般民眾 對寵物溝通比較不了解 如果我們一般人 我們民眾想要學習寵物溝通的話 台灣有那個協會 寵物溝通 台灣有人在教 有開課 可是我不是這個體系人 所以我不知道他們裡面要教什麼 馬丁有說 他的方法真的是比較特別 就是他剛剛說他經歷了一場 大病 對大病之後 打開了他的感知 寵物溝通這件事情 你覺得做到現在好賺嗎 不好賺 因為我不是在考慮賺錢 現在還是很多 就是來亂的 有沒有什麼實際的例子 可以舉例一下 有一個媽媽 就是來問狗的事情 問狗狗 她問狗狗說 為什麼狗狗不尿尿 然後不喝水 吃東西吃很少 然後我看了人家說 我就問說 你也沒有在看醫生 我說你也沒有在看醫生 你才會問我很多人 我說我是感覺 我只要聽到我感覺 我以為我就說完蛋了 因為都是 他心路為主 因為我自己感覺 超越你其他的身上 我可以讓人知道 狗狗也才想想什麼 可是你不要問我說 他身體有什麼問題 不是醫生 不是在溝通 讓人家了解狗狗想什麼 或是你想要轉達什麼事情 讓狗狗知道 或是那些貓子 基本上 市主要去找你的時候 第一個就是他要保持 尊重的心態 其實你就抱著 你是想要了解 真的想要了解 要試一下不用多想 自己心裡有答案的話 建議不要再問我 那你這樣子 一路到現在 你幫幾個人做過勾頭 我沒算過 破百個嗎 沒有 那每一次做的時候 會消耗什麼體力啊 會累 那會有副作用之類的嗎 市主本身身體很髒 我感覺不舒服感 曾經遇過一個 獸虐的動物 就是一隻貓 牠被關到籠子裡面 就老婆那東西戳牠 我也沒看到這個事情 就是後來 牠問我說 因為市主感覺不對勁 他問我說 啊為什麼這樣 貓不必問說話 只是牠只有看到 那個畫面 所以我剛剛跟妳講的畫面 我感覺不對勁 我就跟師父講說 你如果再好一點 什麼事情都已經 你也沒有直接點出來 然後我說 那就行這樣 嗯 然後我也沒坐起來 貓就直接給我看畫面 跟我求助 我不知道人住哪裡 我也不行 通常這種狀況會很難過對不對 對 我先聽你又一個 愛莫能住 那你這樣那麼喜歡動物的話 會比如說走去動物園 或什麼樣 你會跟那些動物對話嗎 會 你不會特別 為什麼 你一個牧師突然來耳邊說 Hello 你又怎麼會講 你怎麼會講 動物也是 其實就像人一樣 聽說過 有的甚至不用看牠本人 看照片 就可以了解 那個動物在想什麼 會是啊 你也可以這樣 可是我講得清楚 我要近期 連結程度會比較快 視訊通靈 現場通靈 兩種哪一種會比較 現場 現場會比較 一定是現場 更精確 就是面對面 了解 那還是建議大家 寵物過通還是現場 帶到寵物公司那邊比較好 那過世的寵物咧 一樣可以 可是有一個很大原因 會卡住就是 牠還在不在 因為會輪迴 然後人或是有生命的東西過世 牠就會到明界 所以其實動物走後 也跟我們人一樣 可能會在這裡徘徊 然後一陣子才會離開這樣 靈體的過世之後 靈體大概要三天到一個禮拜 頭七 這是類似意識 動物也有類似的東西 你這樣一來 你遇過最特別的是什麼 你最特別的經驗 有一個比較感人的就是 徒人來問 然後我感覺 徒人隱藏很多事情 到後面我跟妳講說 狗狗是不是快走 所以我也是狗狗 因為狗狗跟我講 我說牠自己知道 你給牠吃個藥是控制牠的面群 可是你不用擔心 我會怎麼樣 然後除了 聽了就會哭 那今天聽了馬丁那麼多的分享 那我會把他的社群 跟蝦皮賣場都放在下面的簡介 有興趣的人可以去看一下 那馬丁你知道 我要辦一個通靈大戰嗎 就是我們會找很多 各方面領域的 玩一些小互動 拆物品的遊戲 因為我把我家裡的毛帶過來 寶貝 那我會請寶貝 認三樣物品 可是 我不會知道那些是什麼東西 我不清楚寶貝知不知道 但是 但是裡面有牠的玩具之類的 牠應該會明白 這樣子挑戰你OK嗎 我可以試試看 沒有試過這個東西 沒有嘗試過 那可能也要寶貝願意告訴你對不對 就是 好OK 那馬丁願意嘗試看 好我們就來進行這個挑戰 本本來了 我們要讓我們的寶貴跟 還有估摸阿錦 一起來玩拆物的遊戲 要讓他拆後面的東西 然後再跟溝通之說 我們讓阿錦跟寶貝 一起看一下是什麼 我們要讓他記住喔 因為溝通是有講 說如果他認不得那個東西 他也拆不出來 我要跟阿錦說 後面這什麼東西 你要教他 那我的第一樣就是這個 這個球 阿錦你看這個 這是球 我跟你說 打開來會很紅光的球 這個是球 阿錦會知道這個是什麼 因為他平常在玩 喔 好 對 阿錦會想玩 然後我們的第二個東西呢 剪刀 剛用過 剛剪你手上的 因為我相信他們都會知道 這個東西是什麼 因為早上我也剛見過寶貝 你很討厭的東西 對對 他們很討厭的東西 然後最後一個是 這個 口香糖 好吃喔 欸為什麼他一直要人 不是因為他想要玩 然後我一直抓著他 認清注意 這是口香糖 知道嗎 然後跟馬丁數一講 然後我們就 請馬丁進來 然後讓馬丁猜猜看 到底是什麼東西 好 我們剛剛已經給 阿錦跟馬貴 一起看過 我們那三樣物品了 那你可以跟他們 兩個溝通一下 看 剛剛那三樣物品 你覺得是什麼 你需要怎麼溝通嗎 寶貝跟剛剛那些東西 他都沒有在看 喔你說剛剛那個東西 對 你剛剛那時候寶貝都沒有在看 他只在注意忍 忍 對 他只注意忍 他們沒有在看東西 喔 對 那阿錦呢 他是吃船的喔 他的腦袋只有麵包船 所以這個 這個環節 他們沒有辦法 他只有看一個正方形的東西 欸正方形的東西啊 他就沒看 那可能就跟 溝通師一開始講的一樣 他們腦袋裡面 沒有辦法撞進這個東西 因為寶貝環境陌生 他對很多東西 他目前都沒辦法適應 沒辦法看進去 寶貝他沒有辦法 吸收那個東西的資訊 就真的就沒有辦法 我想問你想結紮嗎 不知道什麼事情啊 把他的蛋蛋切了 他懂嗎 他有發行過嗎 有啊 他就一直抱著腿 然後結果就射了一攤在我腳上 蛤 超可怕 而且重點是那個是 很像膠水快乾淀那種 非常黏稠的 對 所以阿錦不知道什麼是結紮 對他不知道 可是你剛剛洗腦的東西 他當然說不要 他在家裡有跟誰吵架嗎 跟誰吵架 他有跟你吵過架 我嗎 對 然後跟這個褲褲 不含 貓會打他 他會去亂罵 然後我罵他生 就只有這樣 所以就沒有什麼太嚴重的 因為他太吵 所以這樣我會很會罵他 然後他不習慣 你剛剛看過他 你本來就知道他有癢毛嗎 沒有 公共同事的經驗 非常感謝他來 他回答我們非常多的問題 那想要看他的資訊呢 我會放在簡介 大家也不要忘記去 訂閱本本的頻道 之後會有更多他 跟顧夢阿金可愛的互動 會在他頻道 非常歡迎去看 OK 那我們今天 我有通訓者的一天 第三次就要到這邊結束 謝謝大家 再見 掰掰